经营紧急赶到现场 因为货车大半夜在山路自撞 撞上土地宫旁的铁皮屋 呼叫声叫不停 现场还飘着茫茫雨 货车车头严重毁损 车体扭曲变形 车内也因为猛力撞击 撞得连乱不堪 21号凌晨1点 西门15户一名18岁男子 开着货车行情狭窄的 外辽山路小径 疑似田羽路滑加上弯道没有减速 差点就撞进土地宫庙 路过民众发现赶紧报警 我听的声音很快 外面撞就这样 民众听到碰撞巨响 发现有人受困车内 减销货报后赶到发现驾驶双脚 一度被夹载变形的车头中动盘不得 一破坏器材将车体剪开 驾驶大腿骨折 送医急救 无独猶偶 这一晚新北不平静 中和同样发生 自撞车祸 凌晨1点多轿车酒驾 回转车锁破快 撞上位在中和中山路 三段的慈禧静思堂 这台车撞到连轮台都掉落 还把禁止连停的耗质给撞毁 就转换打滑 是从这边才转 那我们现在要什么处理 因为都这样子了 同车友人被吓傻了 26岁驾驶 就测值高达0.86 最后上路拿自己生命开玩笑 记者会遇小黄子凤 新北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